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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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ce Alice Alice,你Alice 為何你不說話?為何你不回應我? 我 因為Alice很害羞 她在家管得很容易,不讓她認識男生 所以這麼多年來都是靠寫信 而跟你聊天而已 是的,對不起 對不起 謝謝你不斷用書信鼓勵我 看到你的回信,我也很開心 不過最近你沒有回信給我 你是不是介意我盲的? 怎麼會呢? 其實失明人士在音樂上 有這樣的成就很難得 Alice,怎麼會介意你的缺陷? 是的… 很感謝你七年前那首樂曲 在我最煩粗 對音樂做夢感覺的時候 是你的琴聲令我平靜下來 令我重受自信 謝謝你,我想再聽一次 我知道醫院有一間檢查房 你可否再談一次給我聽?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Alice 沒有,她要培養感情才行 她是Alice,可能太緊張太興奮 她真的是Alice 你很難得 ユニター 怎麼會選擇 那個人 不壞 在我時才你說放一個個屋 我回我 有東西 我看見你 你永遠 我每個人都拿來 就要這樣 謝謝你 你不滿意 但是… 你不滿意 我應該買了 就是這段琴聲 我一直都沒有忘記 跟七年前的一樣 你彈得很有感情, 令我很感動 在琴聲裡面 好像有很多話想跟我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過真的能感受到 你是和我生命最接近的人 不好意思, 騙了你 什麼? 我的意思是我的手 其實我擦傷了一點點 但我誇大了, 想引你過來 有時人是要說善意的謊話 不要緊的 其實人有時要說善意的謊話 不要緊的 因為我家人看得我很緊 不讓我亂出門 所以才要透過趙姑娘跟她通訊 其實這次見面真的很難得 雖然我習慣了盲的生活 但我突然很想重看 我很想清清楚楚地看看你 那你最近有沒有看過醫生 那你最近還有沒有看醫生 染過眼睛 很久沒有了 我小時候 我記得醫生說過 說眼角膜受損, 變得很混濁 沒什麼機會復原 所以一直以來 我都沒有去做檢查 不過其實 有時瞎了也不錯 可以不用見一些 自己不想見的人 不想見的人?是誰? 你在信裡也沒提過你媽媽 其實是我媽媽令我瞎了 所以我不想再提他 或者你跟他之間有點誤會 你應該跟他見面 我說過我不想再提他, 你明白嗎? 媽媽 對不起, 我的語氣比較重 他一聽到我的名字就變得這麼生氣 他現在很討厭我 阿欣, 你不見得到什麼 還說出來, 跟爸爸走吧 對不起, 我媽媽規定我 11點前要回家, 我先走了 Alson 阿欣, 你會不會再來找我? 我照顧再找你 你們倆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 江輝委託我們去找Alice 你現在不單叫她扮Alice 還跟江輝的媽媽來騙她? 事情已經傳出去了 私家偵探社就沒有聲譽了 大家休息吧, 不用上班 我這樣做有什麼不對 善意的謊言會令人開心 我不敢做 江輝母子的感情以後不能夠 你拆掉他們的家庭, 你開心嗎? 客人找我們是要求真相 不是要去找快樂 快樂是客人決定的決定也與你無關 你是私家偵探就不可以感情用事 人是有感情的 你聽到江輝皮的故事之後 你不覺得感動嗎? 不好意思, 我無法控制自己 你這樣說, 即是你覺得自己沒錯 那好吧, 你們倆自己跟大哥靜交代 看是否感動就可以感情用事 那我們是不是要跟大哥靜交代? 是功花打你的 是功花打你的, 怎麼辦? 拿個電話來 不要, 你會害死很多人的 拿個電話來, 她早晚都要知道真相 總之我的事你別管 你可不得你很過分 你完全不配搭了一個專業的私家偵探 過分的那個是你 你也不理會其他人的感受 你們別吵了 我跟你這種人吵, 我真的不專業 大寶 大寶… 算了, 大家都是同事, 別跟他吵 我也不想跟他吵, 我只想幫人 我有沒有做錯? 但是Super哥… Super哥說什麼都沒用 他昨晚都不在 你看到江麗皮這麼可憐 你也幫忙, 幫忙扮Aless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因為有感情的人 不想拆散他們母子倆 這倒是… 我是, 你找到明依幫江輝 我失明了這麼久 但是她的細胞組織並沒有壞事 我有信心只要撤除混軸的眼角膜 然後移植新的眼角膜 她就很有機會恢復百姓的事力 真的? 期間眼角膜不能出現排斥的現象 但是一般來說, 現在這種手術 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想不到我矮了這麼久 還有機會重看 那醫生何時可以向江輝做手術? 要等有人捐贈眼角膜才可以移植 但是現在輪候的人非常多 我也不知道何時才能做得到 不要緊, 雖然是要等 但是也算是你叫做有個機會 Aless, 謝謝你介紹 我這麼好的眼科醫生給我 不用客氣 內醫生是眼角膜移植手術的權威 他肯幫你忙, 你不用擔心 不過不知道何時會有人捐眼角膜 香港有這麼多好心的人 你靜心等一等 不過醫生說過 一有人捐眼角膜出來 你就會馬上做手術 但是你下個月要回英國做巡淚表演 這麼能得留在這裡 又可以治好你的眼睛 當然要留下 那倒是, 做巡淚表演 還有大把機會 你留在這裡就好了 你想要在這裡長住 不如保住酒店 我們幫你找個宅舊, 好嗎? 這裡是你的房子, 電器和傢俬全都齊齊 這房子也很大 你也看不到東西 怎知道這房子已經大了? 我的聽覺很靈敏 你們說話的時候有很多回音 這房子一定很大 謝謝 謝謝 坐在這裡被陽光照到 很溫暖, 很舒服 我們幫你安排一套音響 你悶趕時就可以聽 還有, 揚號是特別設計給你的 按鈕上有特字記號 還有, 會有一個叫蘭姐在幫你 蘭姐?是誰? 蘭姐, 不如你出來吧 蘭姐是一個好好、很細心的工人 她斟了一杯茶給你喝 小心點 謝謝蘭姐 蘭姐, 謝謝 謝謝 蘭姐是啞的 但她很有交代 而且她能做的事 你不介意的吧? 我怎麼會歧視人呢? 我應他實在太多了 他不知道何時才原諒我 你可以做的事, 你已經做了 你還幫她找到一個這麼好的醫生 醫治她的眼睛 你一片苦心, 她遲早會明白 你給她一點時間, 她一定會接索你 其實我也想有個媽媽像你一樣 伯母呢? 她過了生很多年了 只有我和我爸爸 但我也很少和她在一起 其實一家人在一起的感覺 真的很開心 這個系列的珠寶, 我戴了十幾年了 我喜歡它年年有新款出 但也不願意 你很有品味 趁你來好好看 你幫幫我看, 看看哪一款 這個設計花紋大膽搶眼 不過這條比較經典 兩條都很漂亮 但如果要我選的話, 我一定會選這條 這款我愛兩條 替我分開包, 進入我的帳戶 謝謝方太太 為何你會買完兩條? 一人一條, 一條送給你的 這麼貴重的禮物, 我不能收 我今天可以和兒子在一起 只是謝謝你 小小意思, 你收了一下 其實我小時候 已經很喜歡這款酒飾了 媽媽答應買給我的 不過後來可能忘記了 反正我也想買 不如我還給你錢吧 既然你這麼喜歡 就當我一番心意, 收了它吧 那… 傻丫頭, 別不好意思 我當你女兒 謝謝方太太 我和我先生很榮幸 今晚可以來到這個籌款活動 幫助一些有需要的孤兒 他們真的很需要你們幫忙 上次我們上電視捐錢 這條片放出來吧 電視台說, 把這條片放多幾次 呼籲人們捐錢 現在人人都認為你們是無犯夫妻 你們真的要小心言幸 我們方家是有頭有面的大家族 千萬不要走差跌錯 被人家說閒話, 知道嗎 早安 早安 有餐吃的 好 你穿衣服穿到一半 我們就等大佬靖幫你開門 大佬靖 你上來嗎? 那你們聊一會兒 我換衣服, 準備上班 大佬靖, 我買了早餐, 出去吃 吃吧 我想在這裡靜一下 你現在的心情, 我很明白 不過既然不想發生的事都發生了 都要去面對 還有很多人 還有偵探社都需要你去幫忙 我連自己也幫不了 怎麼去幫人家 幫到?你曾經幫過很多人 你是一個專業的偵探 你怎麼會去偵探社呢? 我當初開偵探社 就是想找回昇仔 但現在昇仔也不在 我再做偵探也沒什麼意思 我真的不想回去 不回去就別回去 就當放大假 你平時也這麼拚命 那偵探社呢? 偵探社? 偵探社有我頂不住, 不行嗎? 放心, 大佬正, 將偵探社交給我就行了 阿少爺, 我們也走了 讓大佬正一個人靜一下吧 走吧… 大佬正, 她的早餐在外面 你待會自己吃吧 大佬正, 再見 留大佬正一個在這裡, 行不行嗎? 現在我也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我待會又趕著去跟單個案子 大寶, 要請半天假? 不行 咳我先, 不知道是甚麼圓谷 阿欣, 你又… 又咳我先, 又說要請假 有沒有搞錯這兩個事 三天不埋兩天, 又說要請假 又搞出大佬罰 現在怎麼樣?當我是神仙娜 三頭六臂嗎? 我又要趕著去跟單個案子 又要回去偵探社 我一個人不可以做這麼多事 神經病 如果你真的需要幫忙 我幫你看看門口吧 你待會不會開工嗎? 我沒有收到通告 如果你有客人來, 我陪他聊天 這也是沒辦法當中的唯一辦法 那謝謝你 如果有客人來, 有東西就叫他放下 沒東西叫他走 行了 我把你送回去專頓上 好 你好, 麻煩你 你好 你好 這裡不是幫人找東西嗎? 是呀, 進來坐吧 有什麼東西?有什麼何要幫你呢?先生 我看這份報紙說可以找到尊嚴 是不是真的? 是, 我們幫郭清找他的球鞋 他就有尊嚴和自信 其實客人有需要才來找我們 所以我們一定盡力幫他 先生, 你想找什麼? 我想找…目標 什麼? 目標, 人生目標 通常雙室青年才會找這件事 先生, 不如我跟你講解一下 我們的收費 看你決定要不要我們幫忙 我們通常收四千元一天 大概要多久才找呢? 十萬元, 一張卡片 幾時集團?你是幾天成的兒子嗎? 你家裡至少有幾十億 有什麼還需要找呢? 嘶 就是每個人都知道我家裡有很多錢 但我們人生目標找不到 你不要這麼大聲, 好嗎? 真的很抱歉 不過這裡沒有人 對了, 你家裡這麼有錢 什麼都有了 你還需要找目標嗎? 我爸爸要我找, 但是要我怎麼找呢? 我跟朋友說, 朋友當我白癡 找個社工、心理醫生 各個都不讓我說什麼 又幫不了我們, 又是最後一機會了 好, 我們偵探社 就盡力幫助你, 好嗎? 你等等 你先填上方式吧 我回來了 師父, 這位健身呢? 找我們去幫他找目標 什麼紀志謙先生, 你也需要人幫你找目標嗎? 但是我們偵探社不會做你這種人的生意 麻煩你馬上走, 你馬上就走 紀先生, 我有你的卡片了 我會遲點打電話你, 你就行了 你拿我的電話 是 再有聲,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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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這麼大的生意你不做呢? 來呀, 十萬元 大哥正現在不在 他把偵探社交給我 任何個案子都會有權接或者不接, 好嗎? 好 Super? 到時候交租了嗎? 不是, 再來看看 又想起Banny了 其實Banny已經走了這麼久了 你還不捨不得 你這麼好, 是Banny沒福氣而已 是, 是我沒福氣而已 那你遲便吧 我也要回蓮環開麥克風了 好 再見 再見 我會不會再走 我會不會再走 你會不會再走 我會不會再走 我先問一下… 好… 文啟超先生,請問本年度 最傑出的記者是誰呢? 在哪兒? 好,本年度最傑出的記者 就是文啟超先生 甚麼? 女朋友Fatty… 對了,又吃了,吃完了,抽你的胸 我愛與喜守同年度 可惜,只要看著我 我愛你的禁止 希望國願多留下 希望國願多留下 愚快要求 你的禁止 話 原來你真的在這裡 你找我嗎? 我想找回以前的高中症 我想告訴你 我幫偵探社接了單身的案件 是幫人找目標 找目標? 你開玩笑吧? 不是, 我說真的 客人真的委託我們幫他找人生目標 我自己都沒有目標, 還哪會幫人找 就算你沒有目標 也不能每天不做事在這裡逛逛逛 或者你做點事可以找回自己的目標 你以前說過 你就是因為自己有遺憾 所以才開一間偵探社幫人 這是你以前的目標 大哥, 回偵探社吧 就算幫自己也好, 幫人也好 起碼做點事, 令身邊的人不會擔心你 怎麼樣?你想要怎麼幫他嗎? 找目標這些實在太不實際了 我真的沒信心幫他 我提議他最好找心理醫生 或者是社工幫幫他 他就是找過找不到才來找你 連專家也做不到, 我更加做不到 我只不過是一個私家偵探 但你之前幫國青找回他的自信和尊嚴 又幫何大威他們父子找回父子情 這些東西都可以找到 目標為什麼不找不到呢? 你以為找目標真的很容易嗎? 我問你, 究竟什麼是人生目標? 就是你心裡很想做的事 譬如方向、目的, 這些東西吧? 你說得沒錯 他這個人心裡也不知道想做什麼 自己也沒有方向 別人怎麼幫他找目標? 當然有方法, 像我一樣 我的目標很簡單, 就是嫁個好男人 我相信你和Super 一定想做好的私家偵探 你錯了, Super 其實他不是想做私家偵探 他的目標是要做一個很好的記者 是嗎?怎麼也好 他之前有個目標嘛 又在說目標? 不用問了 你當然想把我老表幫那個無聊有錢 你不肯接單談而已 就唯有找大佬正幫忙 沒用的, 這種人嗎?不用幫 你對他很大的偏見, 你認識他嗎? 你以前做記者的時候 是否接觸過幾次謙? 我以前的女朋友Fanny 當記者的時候, 訪問他 那次Fanny要約成中富豪的第二代 做一個關於人生目標的專題訪問 紀志謙是其中一個對象 你好, Fanny 你可以開始的 是 紀先生, 你是不是不方便? 不如約個下一次吧 你繼續做就行了 紀先生, 你作為富豪的第二代 你對你的人生有什麼看法 還有什麼目標? 現在誰問了這麼老套的事 做人最重要開心就行了吧? 紀先生 是呀, 他回答了 做人的目標就開心, 是呀 紀先生, 這個訪問 我真的很認真訪問你 希望你認真回答我 好 時間到了 我們趕著出海逼一起, 好嗎?Fanny 紀先生, 我覺得你真的很不尊重 這次訪問 但禮貌上, 我要跟你說一聲 我會抽氣不捨的 是, 這份稿是我決定抽氣不捨的 我不會說對不起的 那好吧, 我要引咎辭職 我都知道是你老闆押下來的 沒辦法, 我們的雜誌是何時期下列公司 我也不想的 我覺得你沒錯 作為一個好記者 我覺得對於原則是要有堅持 東加不打就打西加, 你怕沒人聘請你嗎? 要不這樣 轉作突發記者跟我一起, 又刺激又好玩 不如他們結婚吧 你每次工作不順利, 你就說要結婚 我不希望你用結婚去逃避工作 我知道你很喜歡做記者, 你也很專業 你應該做到他們不接受你的訪問 是他們的損失 總之我答應你 你一定會是文啟超的太太 但你現在要做的, 就是先做好你的工作 你不怕, 我比你聰明 你越聰明, 我越喜歡 你怎麼說? 之後Fanny真的轉了做突發記者 而且他做得很開心, 很賣力 但我知道有一件事可以令他更加開心 那天我買了戒指, 預備向他求婚 我打算給他一個驚喜 片場大火? 我跑新聞一向都很幫忙 當時我還以為我是第一個記者 去到火災現場 誰知道在片場門口, 我竟然看見Fanny的車在那裡 Fanny… Fanny… Fanny…你沒事吧? 我們來這裡, 我來這裡, 我來不來 你這裡還在說這些話 你不要有事 我… 我來這裡 有, 這裡有人受傷 以後我給你收拾, 記住 做個好記者, 記住 Fanny, 你看不看得到嗎? 你要我做的事, 我做到了 我還拿了普立資訊名獎 但我沒想到換回來的代價是失去你 其實我本來打算向Fanny求婚 但沒想過那場火 就這樣把我們倆分開了 我永遠沒辦法 再幫Fanny戴上這隻戒指 截了那件事之後 我辭職務做記者 後來因為大哥正日不見了星仔 沒有做警察 我就把他留在偵探社 一方面又可以找星仔 但是, 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有點寄託 老表, 對不起 為何要跟我說對不起? 我們大家身為老表, 都在一起住 你發生了些事, 我竟然一點都不知道 怪不得只怪我這幾年只顧著找星仔 我想我還是太自私了 大家一場老表別說這種話了 其實整件事反過來說 你也幫了我 那時候我不停和你去找找星仔 我都沒時間為Fanny的事相信 那倒是, 雖然你老表是為了Fanny 而放棄他舊的目標 但現在找到一個新的 就是做一個好的私家偵探 你說他做得好嗎? 好啊 那倒是, 你應該學一下他 雖然沒有舊的目標 但找新的目標一樣 做人應該是這樣的 其實阿少爺也說得對 那你應該接紀子謙這件事 除了可以幫別人之外 還可以幫自己找一個新的目標 你真是不死心的 為何一定要幫這個人呢? 好, 這件事我接 我也知道你不想見到那個人 不如你跟其他東西吧 既然你願意接這件事的 這件就騙你了 這是甚麼? 你看看就知道了 不是看得挺乾淨嗎? 我問過就播完了 他說這個梳化的設計適合你們的形容 謝謝你, 送我這麼漂亮的梳化給我 搞定了吧?走吧 好啊 謝謝, 我們約了幾次智謙先生 請到這裡, 謝謝 蝴蝶… 你是不應該被人困住的 進來吧 進去吧 謝謝先生 兩位客人到了, 請進去吧 紀先生 你好, 隨便坐吧 好 紀先生看來真的很喜歡看電影吧 我想問這件事, 你不是偵探 不是 所以今天特地帶一個真正的私家偵探 來見你, 高中正 紀先生, 希望可以幫到你 電視看過你, 你是演員, 我記得 你真的看很多電影, 連我也認得 你爸爸不是叫你去找目標嗎? 你…你在辦公室看DVD的 我好害怕, 我看見文件永遠 這些就不同了, 越看越精神 對不起, 我不知道你的客人在 不要緊, 什麼事? 二哥, 你剛才幹嘛不去開會? 反正我去到也沒什麼意見 大哥去到就不行了 你這樣怎麼行?公司你有份的 難怪爹地這麼激氣 算了 好了, 你想好怎麼回答爹地沒有? 你的目標是什麼? 我正在想, 我連私家偵探也請來了 你不是吧? 請私家偵探幫你自己找你自己的目標 有什麼搞錯? 要是你隨便選一份 就物流吧, 最多我到時看著你 我不想騙爹地, 我也不喜歡做這些事 你浪費時間, 浪費到什麼時候? 你一天不回答爹地 爹地每天捐一百萬給賜錢機構 你是不是要敗了幾家全副身家 你才安樂? 紀先生, 我想見見你爹地 看見我爹地? 這個字眼真是互鬧 我私家偵探幫他找目標 高先生, 我很忙, 我只能給你三分鐘 既然紀先生這麼不關心令公子就算了 三分鐘根本沒什麼意思, 告辭 高先生, 請坐 好, 走… 不知高先生有什麼高見可以幫助自謙 在幫他之前, 首先我想知道 紀先生為何你每天捐一百萬給賜錢機構 你也看見, 他哥哥和妹妹 在工作上很有表現 而自謙他永遠不釘不釣 每樣樣都不上心, 飯飯都沒興趣 每天都不知道幹什麼 你為了希望他可以自立 所以就用這種方法給他壓力 逼他找目標 要不然這樣 就算將來我分了家產給他 也怕他沒能力保得住 其實紀先生你的生意已經後繼有人了 為什麼一定要逼幾次? 紀先生, 照我看你在三個子女裡 你最疼是他 這是我的私事 你來你是幫紀先生找目標的 其他事情你無需要過問 我已經有辦法幫紀先生了 記住 再見 再見 你也挺過分的 你爸爸這麼緊張說你找目標 你竟然在這裡追女生嗎? 你在這裡幹什麼? 不好意思, 紀先生, 你這張卡過不了 沒可能, 要試這張… 不用試了 我已經叫你爸爸切掉你的信用卡 切掉我的信用卡? 你們倆為何這樣對我? 這張單我先幫你埋著, 不用找 你記住, 現在欠我的錢 儘快賺錢還給我 你切掉我的卡 我又沒有錢, 醫生怎麼還給你? 這樣就對了 你以前因為太多錢 什麼都不用想 如果沒有錢 又要吃飯, 又要生活 就想想自己的目標是甚麼 高中正終於回來了 你說什麼? 你剛才多威風 何時兩父子被你哄得忒忒忒忒忒 聽你說的 好了, 現在終於像以前的大隻佬 好, 高先生, 黎小姐 你跟著我來幹什麼? 我和我爸爸通過電話 他說一天我找不到目標 他就一天讓我回家 我又打給我的朋友, 沒一個理會我 是我向你爸爸要求不准人接濟你 怎麼樣?有什麼打算? 我現在的卡都被人剪掉了 錢又沒有, 無家可歸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 你想找目標?找我們就對了 我們全家人的目標很清晰 我媽想我發財, 我女兒也想我發財 我的目標亦想發財 爸爸, 現在誰叫你發熱? 黎小叔, 你是不是答應收留幾支? 沒問題, 我一見到他 我就知道我的目標越來越近了 不明白 你不明白不要緊, 你安心在這裡住 只要你的心記住 我們是你的恩人就行了 沒用, 現在我爸爸也不理睬我了 你放心, 你伯爺不會生氣你很久 十個有錢人, 十一個都是這樣 又想訓練兒子, 又想兒子捱苦 好像工廠少爺那部戲也是這樣做 工廠少爺那部戲你也有看嗎? 有 懂 尤其是兒子被爸爸說出街淋雨那幕 是經典的 不要再說看電影了 這裡有很多書, 你好, 回去看完它 裡面有關於經濟、建築、回計 心理學、市場關係 就是了, 什麼都會有, 總之你看完它 看它幹什麼 看看你到底喜歡哪一行 對什麼有興趣 從中找人生目標, 知道嗎? 兒子我都給了你 你還來看什麼? 不知道二哥現在他怎麼樣 一向是習慣吃習慣的 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肯定很不習慣 他捱苦是應該的 我覺得爸爸做得對 不磨練他怎麼得成材? 別吵 不要 不要, 我看電影 不要 兒子, 對不起 媽媽不想 媽媽是因為有絕症 所以才要這樣做 我不想你看著媽媽死 媽媽死了, 我不想你 你看看Creamble的電影嗎? 是呀, 這個Cream很喜歡的電影 電影還好 還有鬼火這麼漂亮 對 大佬姐, 你上班了? 這樣就看好了 我上班很奇怪嗎? 我還接了個案子 案子?什麼案子? 為什麼我不知道? 要不要我幫忙? 幫忙? 你和大佬女兒經常都不上班 當然什麼都不知道 是呀, 大佬呢?還沒回來嗎? 勇哥今天下班 大佬請教我接他 是呀 先說個案子 是阿少幫我們接的 說幫我有錢人找人生目標 找人生目標? 案子早晚交給你們 沒問題, 我們一定要很專業 從你的口說專業就有趣了 專業就是不要說謊 不要騙卡, 你能不能做到嗎? 老表 你們是不是有事瞞著我? 誰不夠專業, 誰騙客人? 老爸 大佬 我等了今天, 等了十年 終於不用隔著玻璃見面 還可以抱著你, 還可以幫你穿衣服 這十年來真是辛苦你了 是老爸對你而言 老爸, 你別這麼說 別說了, 今天是一個開心的日子 你出來就好了 我不用一個人在家那麼悶 你怕悶? 你是男朋友太多 不知道要選哪個陪伴吧? 你聽老爸說吧 選男朋友的事 最重要是要選一個老實 老爸, 你真是坐在家裡 全都傻了 勇哥, 早安 早安, 高Sir 大佬正, 你也來了嗎? 是呀, 特地來接你老爸 這裡大風, 上車請說 老爸, 你說完是有始有終 送我進來, 接我走 老爸 阿鳳, 這麼多年都沒拜過你 真是很對不起你 不要緊 我一定要, 我定時定後有裝香 現在過去坐一會兒 之後就沖個漂亮涼 我準備一些鹽油葉 讓你洗掉所有水氣 這樣你可以精精神神做人了 真是想不到這個傻女 懂得這麼多淋滋的東西 那媽媽不在, 一定是我看著你 那真是辛苦你 還有你, 高Sir 這十年來真是辛苦你幫我看著的女兒 前一陣子 大佬正為了阿昇仔的東西 還沒什麼在偵探社裡 案件全部是我搞定的 大佬正 你是不是應該頒最佳員工獎給我呢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你做到過了貨位 是嗎? 高Sir, 阿寶他闖了和 大家這麼老友, 有什麼不怕說 你不應該偽造個結果去欺騙客人 這樣做得不對, 我完全不能接受 如果被人揭發了 我們偵探社就會失去信譽 一定是Super說過那些壞話 刺我背部 Super說的是事實, 他不是刺你背部 他如果不說就害了你 你如果還是這樣倒閉不悔地坐下去 將來坐的禍可能更大 傷害更多人, 你知不知道? 高Sir, 對不起 老爸 龍哥, 哪關你的事? 大佬自小跟著我 但我自己又其身不正, 不會教女兒 弄得她沒有分寸, 闖了禍也不知道 但以後我會看著她 高Sir, 可否給她一次機會, 讓她改過? 這次就這樣算了 媽媽, 以後不要再犯錯了 爸爸 老婆, 你在這裡看著媽媽的照片 很掛念她 沒有, 在倉的時候習慣了 睡前要看她眼睛睡覺 你看完之後快點睡覺 你明天還要開工 行了, 以後我不用看照片 也能睡覺了 為甚麼? 我看著我的寶貝傻女就行了 因為她像她媽媽一樣 整天都餓著我 對了, 臭小子, 快點睡覺 對了, 知道了, 你也是 早點睡吧 媽媽, 快點睡吧 大哥 好, 阿全 阿全, 這個車當你嗎? 車來車旺很旺 是, 找晾眼仔 對了, 你這麼快就開工了 再休息幾天吧 休息了十年了, 甚麼休息了 再不找工作做, 骨頭也很硬 阿全, 不要再叫我大哥 叫我勇德 勇哥, 這裡真的沒有大哥 連這裡最後被大哥跑過 也被人捉背部, 捉到胎膜 對, 聽說他比貨士兵 無論如何都要拆出來 劈他全家 阿全, 這些江湖上的事 我們最好是別管了 有客人拿車了 是, 老闆, 這裡 來 來, 不好意思 老闆, 吃飯泊車是嗎? 謝謝 老闆, 放下車時可以了 謝謝 謝謝 我遺漏了電話在這輛車 你先吃飯吧 好 好嗎? 有飯給你看的, 很多去哪裡 你又不一樣了 坐一輛這麼漂亮的車 這樣也好 就是代表兒子跟著你會有好日子過 那你撞在哪裡?我想去拜祭一下他 行了, 這些事我可以辦了 不想麻煩你 有什麼麻煩? 我想上媽媽本分, 裝著香蕉 老酒 想千篇那股無意義 追蹤百萬次 分析明世意 是尋找千里 卻別離情 你揮曲真諷刺 行近寒 明白當初不過無知 請這樣 controllers 曾珍洲 追蹤